各位父母,如果你打算讓你的小朋友學音樂的話 我不知道你想他們有什麼目標 或者你想以什麼為目標 要不要叫他們考多少級 或者要拉到什麼曲 其實我自己覺得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是 你能不能夠在你的子女練琴的時候 你在附近 你不需要真的用眼睛去看 究竟他們拉到什麼音 或者那個音準不準 有沒有拉錯音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你只需要問一下 到底你的子女是否很認真去練琴 那可能你問 一個幾歲的小孩 小學 小學生 他很自然 當然不會認真 好像讀書那樣 當然想玩 讀幾版 然後就做其他事情 那問題就是 你知道他是這樣去練的時候 那你會有什麼反應呢 到底你讓他一直是這樣 持續用這種態度去練 還是 你要叫他在這一段時間 練琴這半個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 你真的要集中 你會不會這樣呢 我記得我小時候學琴的時候 真的逼出來 幾點鐘要練琴 然後媽媽就會跟我說 你好練琴 然後我就真的會練 我是去到什麼時候 才不用去逼 而是自己都會打琴去練 練一個鐘 然後去到後來是練 過半兩個鐘頭 早上六點鐘起床 我想我是去到三四年班 三四年班才開始這樣做 但是 我不是六歲開始學琴的 我是未夠四歲就已經學琴 我在頭那兩年 我已經明白 學琴不是一樣玩玩玩的東西 如果你想你的子女 如果她是學得成的話 學得成不等於要考多少級 這個是 其實她學得成很自然 就已經不用擔心她考不考到 一定考得到 還會考得很好 首先就是 你能不能夠跟子女一起 因為這件事 不是只是她 不是只是她上課 你不是把子女交給先生 跟著就去 下街去行公司去看東西 然後過了九個節 才去接回來 並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帶你的子女去學琴 聽一下先生說什麼 聽一下你的子女 拉成怎樣 看看過不過到你自己的關 你自己覺得 他有沒有盡力 我又再講多一點故事 就是 我跟的第三位先生 黃思恒先生 那時候是去坑口學琴的 我很印象深刻 就是 我不記得是一個練習曲 還是一些音階 是很難 我手也不夠大 然後 但是 已經要 那時候是練一些 double stop double stop 中文就是雙音 就是三度六度 finger octave 十度 我是怎樣做都做不到 我是拿不到竅門 然後呢 我先生 就很猛狀 他就 就是 用 北京康的國語 加廣東話 加英文 是 我就知道他罵我 在這個時候 我身後 我媽媽 他就是 也都是很著緊的聲音 我即使不看他 我都知道 他一定是 語氣 是這樣的 他問 你有沒有練琴的 正面 我看著那個先生 後面有自己媽媽在 嗯 我覺得 我現在看回頭 其實 如果我媽媽不是這樣做 你說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練呢 我其實都會 但是就是因為 有他一把聲 我是受著 兩重的壓力 所以我知道呢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做不到 不可以不試 不可以不努力 他經常跟我 我媽經常跟我說一句 你知不知 你學琴很貴一堂 我開始跟 汪佑三先生的時候 那時候是 八七 八八 還是八九年 那時候 是 上一個小時 我不是上半個小時 我不是上九個小時 我是上一個小時 是完全 由 零零分 一直站到去 站一個小時 是沒有動 沒有坐 沒有成的 然後一堂 是三百五十塊 三百五十塊 是一九八九年 是很多的錢 我媽媽就跟我說 你知不知 你上琴現在很貴一堂 你是要珍惜這個機會 將你上琴那些錢 那時候我好恨 像其他人一樣 是可以玩一些電子遊戲機 去到後期有gameboy 他跟我說 我將你學琴的錢 買一千一萬部 我自己都不知一萬是多少 我買很多部電子遊戲機都可以 不是 他說不是他不捨得 是他覺得 這一件事 是對我 學音樂來講 對我 是有用很多 所以他不可以讓我得過且過 他要我知道這個是一個機會 是一定要珍惜的 雖然你說 現在拉小提琴 學樂器是比較普及的 但是其實也不是理所當然 不是理所當然的 你有沒有遇到一個好的師父 也不是理所當然 你身邊的環境 可不可以學琴 也不是理所當然 但是這件事 一個六七歲的小孩是不懂的 那這件事是需要 家人是和他不斷不斷這樣講 你要讓子女覺得 真的 是啊 我真的要珍惜 而且你的語氣都很重要 你不是 你要珍惜這個機會 很和善的語氣 不行的 他不知道那個嚴重性 我媽媽怎樣去 令我明白呢 她說 你試試去麥當勞打工 多久才可以找到三百五十塊 我不記得了 可能一個小時二十塊 之前便宜一點 可能十幾塊 我不懂計算 我的數學很差 我都知道 要做很久 很多個一個小時 才有三百五十塊 如果我那一個小時 或者我那一個星期 是沒有盡力去準備的話 我是把三百五十塊 扔下海 是浪費時間 浪費了很多東西 而又是浪費的 這個心態 是不應該 是要讓子女知道 你不可以浪費 不論你浪費是錢 還是時間 在他求學階段 是很重要 那又是這一點 我自己覺得呢 是很少 家人 是 會和子女說的 你讓子女知道 你有多在乎 首先 你和他一起上課 做不到課課 起碼一個月一次 如果不是 其實他一定是學不懂的 除非他 是很有 好自覺 好自動自覺 但是我想說 即使在我那一代 物質生活 沒有現在這麼豐富的情況之下 都不是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都做不到 那麼現在 那麼多 那麼多東西 能夠令人分心 他更加不會想去這樣做 所以 如果你想 子女是學得成的話 真的可以拉到一些好聽的曲 更加重要是 教曉他一個正確的態度 是認真的態度 投入認真 不是為了 不是為了討好誰 不是為了討好先生 不是為了討好你 不是為了討好父母 是純粹為了他自己 學會一件事 是要這樣去跟他說 這樣他才有機會會學得懂 所以我希望呢 看到這條片 都不是一條什麼 的講解 拉琴技巧的片 但是我覺得呢 這條片是專門給父母去看的 你想你的孩子 都學得成 先要 是由你們出發 你們要做到 告訴他 認真 你自己也都要好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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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